大家好,我是悠然 这些呢,是我在双十一 然后在网上买的一些 多肉和还有两盆菊花 那现在给大家菜包看一下 他们的状态如何 其实每当到 那个菜包的时候呢,其实 我心里还是蛮细带的 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状态 好,那现在我们开始了 小鸡肉 准备样的 木属 准备 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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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麽就是这个 准备 河南居玛蒂斯 其实的话你看他样子 那种小圆球 小小的很可爱圆圆的 有点像那个芙蓉芝丸 这个芙蓉芝丸 我觉得这个芙蓉芝丸 也不输芙蓉芝丸 而且也挺便宜的 我才花十几块钱买了这么一盆 而且芙蓉芝丸都挺好的 是不是特别划算 那还有这一盆 这一盆 这个芙蓉芝丸 就是你猜我是花多少钱买的 其实我才花了九块钱买的这一盆 是不是特别划算 然后这个芙蓉芝丸特别好 也是河南菊 它是属于那个 就是那种橙汁的那个 特别漂亮的好美 还有一点就是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刚说到这个菊花呢 它其实需要有一个 就适应莫长 所以说到这一盆家里的时候 不能有阳光自射 然后花光了一两个地方 给它缓苗 十五天左右 差不多就可以晒太阳了 然后还有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它 因为到夏天的时候 我们买了花的话 基本就是说 在派遞的运输几天中 它是 就是说 经过几天的运输出的话 它那个水分是会有流失的 它可能就会比较干 到家之后 立马要给它浇出水 那现在到秋冬七起的话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菊花的话 它里面的话 就是让它是特别潮湿的 甚至的话还能捏出水来 像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千万就不要给它浇水了 因为再给它浇水的话 它可能就会导致 就是说气味烂灯 让它自然干了之后 然后再给它浇水 所以说这一点 一定要特别均 好了 现在这些 多肉拆完包之后 都在这里了 就这些 已经很晚了 现在的话 到了这个大小白 上菜的话 肯定就看不出来 这个效果 看不出来 漂亮 然后白天的话 明天白天 我再给大家整体的拍一下 然后教一下大家 接下来再怎么样修文 那今天的视频 就先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